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厨记 平时炒苦瓜的时候 如果直接放油炒,那是不对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饭店不外传的小技巧 做好的苦瓜颜色翠绿,不发苦 现在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往下看吧 首先把准备好的苦瓜切掉两头 对半切开以后,切掉中间的籽和羊 特别是这层白色的羊 如果不刮干净的话,苦瓜吃起来就会特别苦 刮好以后再把苦瓜切成薄片 再准备几朵黑木耳 倒一点点的白糖用清水浸泡 泡发的速度会加快很多 再准备半根胡萝卜 去皮以后把胡萝卜切成薄片 两颗大蒜也切成薄片 木耳浸泡好以后要用清水清洗干净 同时要把木耳撕成小块 为了加快成菜的时间 咱们先提前调味 往往中倒入一小勺的盐 鸡精和白糖 一小勺的玉米淀粉 一大勺的清水 然后搅拌均匀 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以后 起锅烧水 水烧开以后 先倒入胡萝卜和木耳 烫一分半钟 把胡萝卜和木耳烫熟 烫好以后捞出沥干水分 然后再倒入苦瓜 继续焯水一分钟 同样也是把苦瓜给烫熟 经过这样处理以后 苦瓜大部分的苦味就会溶解于水中 烫好以后要过一下冷水 这样苦瓜才能保持翠绿的颜色 接着起锅热油 油烧热以后倒入鸡蛋液 先把鸡蛋炒熟炒散 鸡蛋炒好之后 再倒入大蒜 把大蒜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 再倒入苦瓜 木耳 胡萝卜 淋入调好的汁水 然后把火调到最大 继续翻炒十几秒钟 让所有的食材都入味 然后就可以出锅 装盘 这样炒好的苦瓜 颜色翠绿 清脆爽口 营养搭配非常的丰富 这样简单的小技巧 您协会了吗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离开视频之前 别忘了点个小爱心 鼓励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